台湾整形外科医学会年会 于109年12月5号、6号在国防医学院举办 国内有多位专业医师到场参与盛会 交流医美技术之余 本次国外医师虽因新冠肺炎影响无法到场 但现场采用数位连线系统进行线上技术交流 也让今年的年会内容依旧精彩万分 这一次的年会正好是碰到全世界新冠肺炎非常严重的状况下 那我们这一次的会议采取的是一个实体跟视讯的一个融合 这个hybrid的一个方式来举行 大家都知道整形外科包括整形与重建 所以我们的整形这一部分包括了乳房的重建 乳房的整形身体的雕塑 还包括微整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三个教室 同时针对不同的主题来探讨 那重建这一块呢包括一些线维的重建 肢体的重建 甚至淋巴水肿的重建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国内的医师 把我们国内的成果展现出来 今年的整形外科医学会年会除了由整形外科医师到场 更邀请了皮肤科医师来场针与刀的技术交流 今天在整形外科年会最主要是介绍一台 汇气垫浆刀 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运用在 比如说是产后松弛 皮肤松弛啦 或者是抽脂之后皮肤回弹并没有那么理想的患者 特别是在像是我们的双下巴 下汗线 或者是产后的妇女 她有肚皮松弛的状况 这台机器呢就是利用 去大量收缩我们所谓的 就是Septum的情形 去造成皮肤的紧致 每个治疗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完全改善病患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要联合这些非亲密性治疗来达到 至少病患能够期望的一个 非进行守住之前的最好的结果 比如说整形外科医师 我跟他介绍说 这个雷射可能打的深度是多少 那么它可以改善的程度 在什么地方 那音波可能打的深度在什么地方 它跟环尿酸整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环尿酸会不会受到破坏 那它有没有什么文献上的证据 那我们合并使用的时候 会预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我主要的晋升在这里 今年对于各个国家来说 都是相当不平静的一年 然而台湾医疗技术 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 整形外科医学会 教场举办年会 邀请国内外专业医师分享手术经验 增进医疗技术 让有外伤的人能够恢复正常外观 想要变美的人都能够更加美丽 藉由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 将台湾整形外科技术再度推向世界国际舞台 每一日采访报导